人说孤篇盖全塘,一词鸭两颂 这孤篇呢是指春江花月叶 而这词说的是哪一首呢? 每次想起它,我就忍不住感慨 今天就给你们讲一讲这首词的故事 在河南有一乡县,名叫汤英 人们世代临汤水而居,名风淳朴 就是这么一个小地方 曾经诞生了文圣周文王,一圣便雀 这样的名声已足够流芳轻史 然而就在1103年3月的一天 一户农家,生下了一名男婴 谁也没有想到,多年之后 他成为了叱咤风云的战将 在历史上留下了极其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个男孩,名叫岳飞 岳飞从小同父亲读书学字 随母亲诗周就记栽名 他赤迷兵书,尤其喜爱孙子兵法 并且天生神力,晚宫三百斤 母亲呢正为他请来了著名的枪手 陈广拜师学艺 岳飞从此武艺精进,一线无敌 1127年靖康之耻,北宋亡国 亦是流民遍野,哀嚎四起 在这混乱之中 母亲在岳飞的背上赐下 尽忠报国四字 目光坚毅地说道 你且去从容报国 这么一去,便是十五年 十五年浴血奋战所图的 不过是再次回家 随后,宋高宗一路难逃 奸臣秦桧则提出了南北分治 岳飞月职上书,恳请北伐 却因银皇二胜四字触动逆临,隔出君旨 他不甘就此罢休 再次投军 得到了宗泽将军的赏识 正当他们越越遇事试图北伐之时 宗泽将军病逝 再度成空 岳飞只能四处镇压流寇,吸收流民 逐渐组建起一支军纪严明的岳家军 1134年,十万金军南范 宋高宗下令北伐 折服十年的岳飞等到了机会 登上了属于他的历史舞台 1134年收复湘汉六郡 1136年收复商国一带 童年东收复蔡州 他每收复一块湿地 便离回家的梦想更精力不 1140年,在第四次北伐的时候 大军六面围困变梁 把金势避入绝境 这一次他格外亢奋格外笃定 格外迫切格外勇猛 他相信一定能成 然而敌军的铁蹄不能阻挡他前进的脚步 但荒庸的朝廷却可以 正当胜券在握的时候 他被十二道金牌令强行召回 咫尺的梦想瞬间扑灭 此时37岁的岳飞班师回朝 临行前独上高楼 遥望对面故国山河 慷慨激愤地写下了那一首满江红 怒发穿关 平栏处 潇潇雨鞋 才望眼 仰天长笑 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陈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前 白了少年头 空碑切 静康尺 游味雪 陈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 贺兰山区 壮志鸡餐葫鲁肉 笑谈可引凶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朝天阙 这首次横空出世 镇谷硕金 大破两宋 唯米艳丽此风 字字皆用生命热血写成 一四二年 他被秦桧陷害 宋高宗以莫须有的罪名赐死岳飞 临终前 想起一路走来 虎豹不足距 人心却可畏 敌军不足距 坚硬却可畏 热血寒光 寸寸成灰 他恍惚之间 看到了故乡烫饮的百姓 叔伯姑婆 儿童小女 欢笑着 挥舞着手 迎接他的凯旋 母亲站在人群的最前面 微笑地看着他 摸露温柔 等他的身影近了 摸了摸他的头 说道你辛苦了 我的好孩子 他跪倒在母亲怀里 在闸刀落下来的那一刻 他哭了 他耗尽一身苦血 仍无力回天 最终也还是没能如愿 也还是没能回家 也还是没能前往 无数梦回中期盼的清明盛世 千秋山河 我是杜亮 关注我